步槍掃射案呆兩嫌 魯衛小開嗆大哥惹禍 12日發生在高雄鳥松區連環槍擊案 警方終於逮捕到其中兩名嫌犯 可能是送案之前早有疏願 那因為可能是一言不合 而引發支持的這種東西 目前總共是有五部車 那像是有長槍跟短槍 12日凌晨 27歲的謝姓魯衛小開駕駛 賓士車載25歲陳姓女友人 結果行經澄清大皮入口時遭五部車尾隨 其中BMW更拿出槍枝 對謝姓男子瘋狂掃射 開了至少18槍 造成他背部中彈 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隨後以車追人 逮捕陳姓和王姓男子 他們公車是接貨朋友電話 要到現場支援 其餘並不知情 警方表示謝姓男子一次惹到黑道大哥 還向對方搶俠 啊 沒問題啦 所以才熱禍上身 但真相到底為何 謝姓男子拒絕透露 只能等主嫌到案才能釐清 地方中心高雄報導